呼吸有困难的忽兰 大家好 我是忽兰 先沉口气 感觉还是你们好 真的比弹幕好多了 上一次来完之后啊 就看到收到很多评价 有说我什么命运多喘的 有说我什么大气完成的 还有说有人说我有后台 因为我财大气粗 有人说我上吐槽大会 那就是不会呼吸的痛 这评论看着给我气的 真的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然后不说我自己了 说今天的嘉宾 极客俊逸 我们这刚送走了王菊 又来了极客俊逸 这节目是真着黑 有人就说嘛 你总说这姑娘黑 但她自己也很无奈 你看人家好声音 选的那首比奥西的黑楼 表达就是自己的一种心声 哇 黑楼 黑楼就黑楼 怎么办呢 这个剧哪儿都好 就是有一点 就是她总穿着民族服饰 出来就是让我们听一听 来自山里的声音 结果一张嘴就唱英文歌 这是哪儿的山啊 旧金山吗 霍准 霍准 你看现在特别的文艺 特别的仙儿的吧 人家大学里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 真的 自己说啊 什么基金 股票 啥都懂 但是你看她那个气质 你就感觉你找她买股票 她就给你云里云里的 然后钱就都没了 张庆老师 我最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 才知道她当年有多强 真的 当年录一盘磁带 能赚五千块钱 就那个年代五千块钱 是啥概念 就能买一套四合院 四合院 我听说 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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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人家问她 说是结给你四合院 还是结给你五千块钱 她觉得无所谓啊 反正自己这么能赚 选了五千块钱 真的是 既高估了自己 又低估了房价 后来才知道 她用这五千块钱啊 买了一套连衣裙 真的 张庆老师 你这套连衣裙 放今天是不是得老值钱了 她那连衣裙 南北通通 冬暖夏凉 我觉得你也别后悔 就真的 现在在北京二环 根本买不到 这么好的连衣裙了 就说二环 七环 现在都已经在规划中了 张庆老师 你这是在时代的赛道上 被整整扣了五圈啊 但你也别害怕 虽然你在时代的赛道上 被扣了圈 但你可以上有视频啊 上面有好多 好玩的视频赛道 张庆老师 想想以您的实力发视频 一定有机会赢奖机 买连衣裙 你们敢信 我都开始打广告了 然后我们的主咖 周比刹 就很多人对他的印象 还停留在当时 超级女生的那个形象 后来人家换了个造型 把眼镜摘了 大家就认不出来了 就硬说人家整容了 看了半天也不知道 整了哪儿 就说人家换了个头 要说现在的科技 就是先进 还能换头 你看我换气都费劲 很多人说 周比刹喜欢跟粉丝打成一片 这很好理解 当年很多周比刹的粉丝 还模仿他的造型 一到粉丝见面会 哪家伙 二百多个周比刹在一起 那真是比比皆是 周比刹下台跟粉丝互动 一互动就把自己给互动丢了 一下子就打成一片了 比比比迷傻傻分不清楚 那场面混乱到什么程度 比迷分不清楚 哪个比迷是比比 比比分不清楚 哪个比比是比比 周比刹你看看 为了你 我这气都不喘 最后还是要感谢周比刹 能来做大会 给我们写稿 出了这么大的难题 真的我现在对周比刹的 各种经历如数家珍 倒背如流 你获得很多奖项 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我都知道 但都觉得不做个比迷 都对不起 对我记得这么多的资料 但是看到娱乐圈 还有这么个低调专注的艺人 还是很高兴的 周比刹 加油 谢谢大家 我是顾兰 谢谢 短强老师 嗨 我想谈一个爆炸头 但不知道对我合不合适 合适 但是我这头发太短了 你放心 包在我身上 好嘞 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 这真的可以 老师 这头发能再爆炸一点吗 可以 可以 老师继续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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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氤